诶 索侯 最近咱视频怎么说的就是一些元朝时候的事啊 这不是蹭个热点吗 元宇宙 元朝的元 在大数据时代有个词叫信息减防 简单来说就是了解的人不能了解 不了解的人对于不了解事物的了解 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件事情 很多人对于古代有个误区 就是古人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世界是孤立的没什么来往 这怎么说呢 格局小了 刚迁通西域正和下西洋咱就不说了 东汉的时候甘英出使过大秦 到了波斯湾沿岸 唐代的杜环甚至还被去过非洲 成吉斯湾就不用说了 他的孙子拔都直接都打到了维也纳城下 什么俄罗斯 伊朗 中亚的斯坦们 还有甚至两河流域都在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 后来蒙古帝国分裂 以中国的元朝为核心 还有金正 伊犁 猛牛 不是 插河台 窝阔台 四大韩国 所以我们不妨把它们通称为元宇宙 在元宇宙的框架下 咱们就可以把东西方很多本来风把牛不相及的事情 穿起来来说 刚才咱们说了 成吉斯汗的孙子们对当时的欧洲进行过亲戚而友好的访问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 教皇英诺森四世派过一名叫博朗的嘉宾 那叫博朗嘉宾 千里迢迢的赶赴哈拉赫林 参加第三任蒙古大汗贵游的登基仪式 又所谓有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所以贵游大汗给教皇写了封信 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那田田年傻傻哈利鲁亚 咱也停不动 那也不小众干的成吉斯汗 按你们抽瓦跟他说签头 那要是停 咱改咋做咋做 那要不停 那不停能试试 元朝时期东西方交流空前活跃 比方说有个叫马可的波罗 这人大家都应该认识 跟上面那位嘉宾勉强算老乡也是意大利的 马可波罗是从欧洲到中国 跟他同时期也有一位中国的旅行家 跟他正好相反 他是从中国跑去欧洲 什么法国 英国 教皇国 西方哪个国家他没去过 有道是蛇无头不行 鸟无头不飞 路易无头 法国共和 这事他说起来总得有个头 这个头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有很多分支 他们一言不合就说对方是异端 其实就是针对某些具体的宗教主张 有些争议 甚至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方说圣餐吃的面饼 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那天主教东正教 就为这事吵了一千多年 受累了我问你一句 豆腐脑您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我吃刺身 再比如说你认为野火花套了 人家的响应计划生育号召 只有耶稣一个独生子 我说时代变了 他在广西还有二胎 那咱们叫不到一个炕上 自然也就盯不到一个十字架上了 中国南北朝那会儿 西方的罗马是东西朝 基督教在军事坦丁堡的太守 叫墓守 基督教在军事坦丁堡的墓守 叫涅斯托利 在基督教会里呢 地位仅次于教皇 稳坐第二把教育 这人认为耶稣他妈的神 不是 他认为耶稣他妈没有神性 不具有神性 反对将马利亚老娘娘神化 结果他就在原家八年 被打成了异端 隔除掉了墓守的职务 他的追随者呢 扎根在了叙利亚 得到了波斯国王的保护 再后来一路往东 就来到了中国 他们的教派啊 在当时被称为警教 还留下了一通绝世文物给中国 叫大秦警教流行中国辈 唐朝这次呢 是涅斯托利派第一次扎根中国 结果唐武宗会唱废佛 把这帮信上帝的呢 按和尚处理 警教就在中国内地算是绝了计了 只有一小部分呢 跑到了北方草原上流传 宋经时期呢 铁木真的义父王汉 就是信这个的 到了元朝时期 警教在中国再一次流行开来 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头写 也说是大都城中啊 有民居姬氏 两万五千多名 娼妓和一位警教的大主教 那会儿呢 警教被称为耶里可温 元朝圣旨经常说 和尚先生耶里可温大师 其实就是佛教徒 道教徒 基督徒 前因背景 咱到这儿就算是交代完了 西元1220年 那这会儿还没有大都城呢 北京地面诞生了一个婴儿 叫扫马 虽然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老北京 可这名不兴有而化印啊 扫马同志呢 家里是新疆那边过来的灰湖人 可能生的金发碧眼 还是个耶里可温世家 他当初在北京房山的十字寺出家修行 十字寺 这是中国少有的警教寺院遗址 这阳气凉的说法呢 是西方的修道院 改天我跟雅卡带你们去看看去 修行的日子是充实而有趣的 后来扫马同志呢 还在收了一个徒弟叫马呼斯 马呼斯 也叫马可 就跟那位波罗呢 重名 到了1275年 正好就是马可波罗到中国的那年 师徒俩人就琢磨着要去耶路撒冷 拜上帝取经 从北京走路路去耶路撒冷 基本上就是沿着刻本上的丝绸之路 就是尤达北京出发 一路向西 穿河西走廊 完了新疆 中亚 中东这么一路走过去 马可波罗怎么来的 他师徒俩人就怎么去 当现在呢 沿途不算以色列 都得过八个国家 但是在元宇宙的架构下呢 从中国到耶路撒冷 中间只隔着一个伊利汗国 那当时伊利汗国的大韩阿巴哈 是忽必烈的亲侄子 所以一听说 这师徒俩人要往那边去 忽必烈呢 就当即写那封加信 让他们顺道烧过去 扫马呢 很快就到了伊利汗国 再往前就是耶路撒冷 但伊利汗国那会儿 跟马姆路克王朝是世仇 这会儿那边正打着仗呢 走不通 当时涅斯托利派的教长 也在伊利汗国 叫马尔铁和 有道是一笔写不出两个马字 既然大家都是马字辈的 他就把扫马和马呼斯呢 叫到了巴格达 任命马呼斯为主教 扫马为教会巡视总监 派俩人返回东方 但这时候呢 家庭伦理大据 贝尔纸金一家人 正在中亚地方热播 来时好好的回不去了 两年之后 马尔铁和死了 各地主教一致通过 研究决定 让土地马呼斯继任教长 称亚巴阿罗赫三世 什么破名字 赵亚汉你别闹啊 人这名跟你一样 都是雅字辈的 但这名字呢 其实挺有意思 虽然按照叙利亚语 转写出来像亚伯拉罕 但其实这名字 在英语里的对应呢 叫西奥多 所以美国有个叫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咱们也可以尊声他一称 米拉干乌鲁斯 亚巴阿罗赫汉 亚巴刚机位 阿巴哈大汉也死了 新一任的大汉呢 是他儿子阿鲁魂 阿鲁魂这人挺有意思 他是个在伊朗的 佛教徒蒙古人 但却憋着劲的 要收复耶路撒冷 但凭借一己之力 跟马蒙洛克打呢 这事又似乎有点悬 思来想去 他想到一个办法 那这不是扫马在这吗 他不是信上帝吗 一笔写不说两个上帝来 干脆啊 派他去趟欧洲 我们联合 于是扫马从伊利汉国出发 往西先去伊斯坦布尔 那时候还叫军事坦定铺呢 军事坦定铺的市长 今天罗马帝国皇上在15年前 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阿巴哈大汗 咱前面说了 阿巴哈又是忽必烈的亲侄子 所以按辈事来说 这皇上得管忽必烈 尊称一生四大爷 罗马正同张家口 这事传承有序 然后扫马从军宝渡海 往罗马去找教皇 很不巧 老教皇刚元祭 十二位红一长老 正忙着开护理台大会 选举新教皇的 赶在这节目眼上 自然也没有什么人来接待他们 倒是有位红一主教 饶有兴趣的 跟他变起了精 结果说的一口 递到北京话的扫马同志 据说还占了上风 在罗马待了几天 扫马接着往西走 去了巴黎 1287年 那会儿的法国王爷 叫斐利四世 人称美男子 扫马向他成交了阿鲁魂 信件和礼品 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当时法国武德还比较充沛 听说有蒙古大汉派来的使者 甚至没有当场投降 说来也巧了 英国王爷这会儿也在法国 那会儿的英国在现在 法国南部 还有一块不小的领地 所以英吉利与我大元 甚至有碌碌可通 那就见一面吧 英国国王叫爱德华一世 江湖人称长吐爱德华 这可不是说 他像孙元良一样擅长跑路 乾隆39年 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文宝爱好者 掀开了棺材板 给他量了一下 身长六尺两寸 一米八八 仅比我矮两公分多点 长吐爱德华 不过如此 长吐跟扫马俩人一见面 相谈甚欢 很快就商量妥了 不过扫马知道 出兵这事 还得是教皇点头 说了才算 于是他又赶回了罗王 这一来一回 半年多过去了 当时正位子的 十二位红衣主教 死了一半 剩下六位 赶紧选出了新的教皇 是为尼古拉四世 二斤公的扫马一想 这不老相识了吗 这不是之前 边境的那位红衣主教吗 半年不见都当上教皇了 就给教皇说 老华子在伦敦 法国的小菲利 我都打脸好了 就等你咔一下吧 十字架举起来 教皇先说 这人才又来了 讲道理我还说不过他 于是赶紧翻出了一张 压箱底的洋皮卷 说 是才老那 看提名部 贵国 定宗皇帝 贵游即位 就是先教皇 英诺森四世 派人去庆贺 我和你是亲切的士兄弟 然后就赶紧送了一堆礼物 把扫马打发走了 那约定一块出兵这事呢 这事各位观众老爷们门清 下次一定 从欧洲回来之后呢 扫马先生就已经是一位 快七十岁的老同志了 实在经不起再回北京的一路温波 于是就定居去了巴格达 1294年 也就是原始祖忽必烈去世的那年 扫马先生呢 也去世了 这位老北京在中国史上 没能留下一心半点的记载 只有在西方 刘涛作案的著名史学家一名 用叙利亚语写了一本叫 东方总主教亚巴拉哈 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 列班 这是涅斯托里派教师的称号 叙利亚语教师的意思 列班扫马 直约过来呢 就是师父扫马 不过外国人说话跟山东人似的 总喜欢加点道庄俊他们 所以正确翻译呢 是扫马师父 现在疫情当前 大家出行进店扫马的时候呢 也不妨顺便怀念一下这位 为中外交往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北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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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